歌曲 你在哪呢 我要去見你 誰呢 你好 駐近 就在ここ 在我家看 要做衣服是吧 我团队好多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因为这个事情是 我很早以前就想做的一种事情 就两年前可能就开始在 构划这些东西了 现在可以说是梦上的一个新开始 就是我这个品牌终于要上线了 你现在穿的衣服都会是 跟你自己有关系吗 这就是我的 对吧 先从准备运计划书 四个板块 第一个是品牌再创 第二个是扩比的规划跟整个营销计划 第三个我们团队跟保障 第四个是我们整体的财务预算 那么品牌概况呢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品牌接到2X2 好吃 我主要就想知道我们现在进度之类的 就是 进度啊 因为那些其实都聊过很多次了 嗯 哈哈 直奔主题 他打板出现在都出来了 因为我看你们这次寄给我的不是 就是还是以前的 要越 越低才能出来 是吧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挑选 面料上面 包括服料上面 包括舒适事件上面 也在去挑选 挑选 挑选 你这个团队OK吗 一下就进入僵局了 我们整个的货品研发计划是 去你个人的 那么一年260款的开发 分别自每一个占比 260块啊 260块啊 这么大这么大这个 那么人群听我们说 2X2的倾听者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先抛出来 那我们通过整个陶械大数据分析 我们有两些国客户去构成 一个是校校那一个 三十八一下 三十八一下 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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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这一届 我们上次都开会开过了吗 对 就想问有没有推进 对 先跟我聊预付 我把他的那个品牌定位 是这么梳理的 定位是青色明星设计师品牌 以爱豆的生活艺术为灵感追随式购物体验 就是我在爱豆在这里 他的意识住行是这样 他的场景是这样 他怎么穿搭的 那我希望跟他一样 我想做这个牌子就是说 更多人看到这个牌子 不说是因为我去了解到这个牌子 对 可能是先是了解到这个牌子之后 才发现原来啊 创始人是我 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衣服的本身 很多人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爱很乖这样子的人 大部分给我对我第一印象都是这样子嘛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2x2 它其实二是一个平就是一个平方嘛 就是两面嘛 就我可能会有我可爱的会有我乖的一面 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我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希望我做这个品牌就是说 能够有这样子的品牌 让别人能够就感同身受 对 能够让他们啊 他说我原来也有其他人 所以我喜欢的是同一个风格 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不是你有没有聊到设计吗 我们把这些元素 就重新的去抓取 抓取以后就是跟现在时下 比如刚才喜欢的那种元素再再结合 那上线的话我们一开始定的是5月1 5月1 5月1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干了 对基于现在这个情况嘛 我的意思是看能不能赶到一个好的节点 比如说是520 或者是521 这样子的会好一点 是 好 借我衣服刷两个 辛苦辛苦 帮我一趟